日前正在西藏旅行的王妃突然化身为摄影师 连续在微博上载十多张照片 照片背景是西藏 等她见到当地美绝亮景时 亚新大发拍下不少照片跟网友分享 虽然没带专业相机 手持的只是智能手机 但她一点也不马虎 未拍到一流的美景 她不惜放下天后身段 躺在马路趴在实地上 正拍反拍 45度角 用各种角度呈现出西藏的各处美景 有网友一眼看出 其中一张地点正是西藏的纳木错湖 是当地三大圣湖之一 照片中王妃就以这片圣湖为背景 站在湖边来了个俯身拍 头上的蓝色帽子 与蓝色的湖水和美丽的蓝天交相辉映 如同仙境一般 煞事好看 王妃留言自称是 用生命在拍照的站地儿女摄影师 由于当地位处海拔接近5000米 还用各种姿势拍照 还真是有冒险精神呢 但粉丝却充满了担心 不断留言吩咐王妃注意安全 还建议她可以找正在喜马拉雅山 拍摄此上节目的陈坤碰面